欢迎来到动物医院339号 我是卢医师 我是马格 今天是成为你的避风港的第八集 这个单元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猫孩常见疾病和居家照护相关知识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在医院 在家中为猫孩打造安全的避风港 面对不熟悉的专业术语和检查项目 身为四族的我们 到底该怎么帮家中猫孩 安排最适合的心脏检查项目呢 又或者家中猫孩没有心脏病史 也需要做心脏检查吗 今天的避风港单元将会分为上下两集 今天这一集会针对狗狗的心脏检查来分享 让我们一起听下去 我发现我刚刚讲单元的时候 好像是讲当元 没关系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我今天 也是蛮可爱的当元 我没有故意要装可爱 真的是鼻子过敏有点严重 辛苦了 不会啦不会 好今天这个单元我觉得 也是蛮常会听到四族 跟我们分享的一个问题 超常被问 当他们有意识到说 要来帮狗狗猫猫来做检查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开始 可是他们也就会不知道说 那我应该做怎么样的检查呢 像我们就会先分享说 我们的检查上面有哪些哪些哪些 这样子 可是他们也会有点疑问 到底该怎么样选择 或是最好的 对 所以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来帮助四族们 能够有一个基础的认识 知道说心脏检查到底有哪些的项目 对 然后这些项目又在做些什么东西 去帮助医生了解 到底家中猫孩的心脏状况是什么样子 那今天这一集就是讲狗狗啰 因为狗狗跟猫咪的心脏检查 确实是有些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先从狗狗开始讲起吧 好的 好 OK 那我们马上进入主题啰 那先请卢医师来帮我们讲一下 好 一般来说狗狗的心脏检查项目有哪些呢 狗狗心脏检查最标准的 就是说我们在医院最常做的 应该就是包含S光 然后心电图跟超音波 其实就是大概这三项 是最标准会做的检查 那为什么就是他们这些项目的话 有差异在哪边啊 通常这三个项目其实 有些人都会觉得好像是一个阶级式的 就是有些好像S光就是比较低阶 然后心电图比较中阶 超音波是高阶 但其实他们不是在受益师的心中 其实不是这样子分中高低阶啦 其实他们三个有各自有不同的 检查的目的跟检查的可能优势吧 但也有一些劣势 所以举例来说像是S光的话 它主要看到心脏的部分 是会看到心脏的轮廓 所以你在S光上会看到一颗 白白圆圆的心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外观的轮廓 去评估它心脏有没有变大 比较变小 但是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心脏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只知道它大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里面是 是哪 那个是半膜的问题 让它大 还是它中间破了一个洞让它大 我们就不知道 只能知道它有扩大 然后可能也许可以推论出来一下 说是左边或右边的扩大 就是透过S光可以推论 就是猜测 但你没办法百分之百确定 因为我没有看到它的内部 但S光其实在心脏检查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点 其实坦白讲不是看心脏 最有用的一个点 其实是看肺脏 对 S光是在初步检查 肺部一个 很好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看到肺里面的血管 然后或说肺 有没有积水 有没有一些 炎症的反应 等等的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 气管也是一个S光 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就像我们很多狗狗的主术是咳嗽 那其实除了心脏以外 有可能造成 心脏病有可能会造成咳嗽以外 最常见的其实是气管的问题 造成咳嗽 所以其实S光的检查 对 在心传对我们心脏专科医师来说 心脏 在对心脏本身 确实是一个比较初阶 一个概括的检查 但是我们作为S光 其实更重要是想要看 它肺部的影像跟气管的影像 因为像很多心脏衰竭的时候 其实出问题的 真正出问题的 其实不一定是在心脏 而是在肺 肺积水啊 或是胸腔积水啊 所以其实S光 我觉得最大帮助的 其实是 反而是在肺部的检查 那心脏真的就是一个概括的 这个检查 然后如果是心电图的话呢 其实看的又跟其他的完全不一样 它其实主要是看心脏 跳动的节律 就是它跳的规不规律 然后那如果它不规律的 或是过快或过慢的话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可以透过心电图的这个波形的 大小宽度啊 或是形状的改变 我们可以知道说 有可能是心脏的比较心房 还是心事的问题 然后因为那个不同的问题 可能我们后面用药也会不一样 所以心电图会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检查 它是看心脏电流里面的传导 或者说更直白一点 就是它是看它的心跳的规不规律 跟快慢 然后去检查 对 那最后这个心脏超音波的话 当然它看最 通常大家会觉得是最高阶 进阶的检查 因为它最贵嘛 那通常机器也最高 最贵 对那它确实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它就可以看到超音心脏 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 心脏的枪式啊 半膜啊 每个结构是不是有 增后扩大肥后啊 或是有没有 心中间有没有破个洞啊 或是有没有一些先天性的 异常的血管的增生啊 对所以确实超音波我们可以 做到很 看到很详细的一个内容 但是可能相对来讲 如果超音波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它通常只能看心脏 它就比较看不到肺部的问题 所以像我们要确定 它有没有 这只狗狗有没有心脏 引起的肺积水 其实很大的关键是 要看S光有没有肺积水 那超音波看肺积水 不是说不能看 但是可能它的诊断的效力就 没有那么的好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S光信念五超音波算是 最基础的检查 然后它们三个 其实是负责不同的区块 对 所以很难讲说 谁比较重要 或说谁一定要做 因为我们常会听到 问你就是 可不可以 做了超音波 就不用做其他的检查 对对对 因为觉得好像做了最高阶的 那低阶的是不是可以不用做 其实不一定是 就是因为它们 看的东西会不大一样 嗯 有点像是心脏检查的金三角 对算是 都是会各自负责一个角 对对对对 这比喻很好 对就是缺了一个角 其实我们看心脏 就会看得不是那么的 完整跟完全了 对啊 对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 那个狗狗的S光的时候 看到它那个气管 也是觉得 哦好酷哦 我还以为那是石道 很沉 石道在S光 比较难看得到 但气管 气管就还蛮明显 就黑黑了一条 就可以看得到 还有什么问题这样 对 真的以前也不太明白 后来是真的 跟着医生 然后帮忙一些事情 以后才发现 哦 而且那个气管塌陷 或者心脏变大的时候 也是会顶到 对啊 气管的部分 对 就我们可以看 S光就可以看 气管的原因 对 有没有跟心脏有关 因为通常跟心脏有关的 就是我们会看到 心脏可能把扩大 然后把气管往上抬 或是压迫到气管 造成咳嗽 所以通常如果你要找 咳嗽的原因 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S光可能会是 CP值最高的一个检查 反而不一定是要做 超音波 而是S光会给我们 最多的资讯 对啊 了解 好 OK 这是一个基础的认识 那还有一个东西是 我们也会做的 就是像是血剪嘛 嗯 那就是我也遇过 有施主问一下 他就问说 哎 为什么我不能就是 咽个血 就知道心脏状况吗 这个是真的有 碰过有人这样问的 对 在狗狗的话 比较没有一个很好的检查 是验 用透过抽血就 就可以知道心脏状况 在猫咪 有 在猫咪 我们下一集 就会跟大家分享 验血有些 可以做一些快速的 骰血 但在狗比较 比较没有 所以我们 比较平常不会 透过血液检查 去诊断 有没有心脏病 这件事情 对 但是我们 确实在我们医院 也还是蛮常会验血 那通常验血的目的 其实不是 不一定是 找出心脏问题 而是去看 有没有因为心脏 引起一些其他的问题 因为心脏 像是身体的马达 所以马达出问题 其他器官也有可能有问题 那最常见的就是 肾脏 心脏 肾脏 是会互相影响 心脏不好的时候 肾脏也会不好 或者说很多时候 我们心脏不好 要用心脏药 有利尿剂 有时候也会造成 肾脏的负担 所以其实我们在 因为我们最常验的 在狗狗 就是肾脏相关的指数 那还有些 其他的时候 我们也会验血 是有一些 其他的疾病 也有可能会引起 心脏的问题 像是心思虫 它的感染 虽然心思虫 一开始 它不是住在心脏 它是住在肺脏 但它会引起 肺部的血压上升 然后也会引起 心脏的问题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是会为了 找出一些 心脏外的原因 也会去抽血 但是如果你说 就针对心脏 本身的检查来讲 在狗狗抽血 可能不一定是一个 完全必要 但可能它会是一个 帮助我们去排除 其他心脏相关的问题 就是因为每个症状都有 还是有可能 不一定是跟心脏有关 所以通常会是一个 排除其他问题 然后或者说 看看心脏 没有引起其他 气管的 的伤害 然后而去厌血 这样子 所以像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在披架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这个施主今天来做 检查它第一次 然后可能医生就会 就只有做 刚刚讲到的 金三角的部分 就没有厌血 所以有可能就是 评估下来的时候 它的可能 肾脏功能是没有 受到影响 所以就不需要 做到这些吗 对啊 或是说可能 评估下来 它的心脏 没有到那么的严重 因为通常要 影响到肾脏的功能 它的心脏病会有 一定严重的程度 对 然后所以 有些时候 如果它真的 没有那么那么严重 然后精神食欲也都 好的话 像我啦 我通常会问说 我会问施主 有没有想要做血检 但是也会明确告诉他说 这个检查就是 跟心脏是没有关的 但是你有些施主想说 既然都来了 就当做健康检查去验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 就是那个目的不是 我通常会解释说 不是为了心脏 而是就是为了心脏以外 的器官去做检验 对 对 所以就不一定 每一支都会验血 对 或者我们也会 通常会问说 最近有没有验过 所以如果他才最近有 一个月内或什么 有检验过 然后他心脏又没有那么严重 可能我们也不觉得说 一定要在现在的时候 就去验血 但是如果之前 假设验 譬如肾子素就高 可能两个礼拜前 验肾子素高 然后今天我们 看到他的心脏 其实状况不是很好 然后或说他的用药 我们也要调整 我们就会验 要再 就是今天就要再确认一下 他当下的 的肾子素 或说其他血减的状况 对 所以有些时候 对 因为另外一个常会被问说 为什么我验过了 还要再验 对 因为就是有些指数 是会变化的 特别像肾子素 就是会 是可能会 几天内就会有 有变化 如果我们的治疗 和心脏的 的状况有影响的话 所以我们就会 必须要再确认 就是 所以之前 再验一次的好处是 就是说 跟第一次验的差别 就是你之前有验过 其实可以很好 可以当做一个基础值 对 让我们今天的验 去做比较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因为有些时候 血减的数值 不只是当下 那个数字是多少 还有就是 它变化的速度 它从 是从 1变到100 还是从90变到100 对我们 意思来讲 其实 意义是不大一样的 所以其实 有之前的数值 然后我们在追踪 其实对我们诊断 是也会有帮助的 哦 所以其实 把 这些血减啊 嗯 把它背在身上 是不是也是 蛮必须的 对 对施主来说 对 所以就是 也会建议 就是施主们 就是不管 去哪里 看诊啦 其实你都可以把 你之前的检查 嗯 带着 那 当然 有些施主很认真 他们带他们 从小到大 就是10年前的血减 都带过来 但我原则上 觉得大部分 呃 会比较有 有参考价值 大概是一个月内啦 哦 一个月内 就是大概一个月内 左右的 的检查 那当然如果 是一年内的 我觉得也OK啦 但是一年以上的 可能真的就 太久 就可以不一定 你可以口述 跟医生讲就好 嗯 对对 那但是 通常对医生 当下诊断会 比较有 呃帮助 或是判断 可能大概是会是 我觉得一两个月内的检查 嗯 都会很有帮助 对那一年内的 也许都可以参考看看 这样 对 OKOK 好 这也是一个 一个小提醒啦 嗯 对 但是拿到那一本的时候 真的会有种 哇 好像看到他的医生 在里面 真的 我也是很佩服 有些 有些毛孩爸妈 真的是可以把它 整理成一本 对啊 然后 预防针啊 什么什么的 对对 非常的清楚 对 其实那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帮助 对 就是我们 我们还是会 快速的把它 看过去 但可能对当下 就诊 最有帮助的可能 大概会是 一两个月内的检查 就最近期的啦 最近期的 对 最近期的一定要带 对 嗯 看到那一本就觉得 很sweet 那接下来就是 刚刚 其实在前面 有介绍的时候 有提到了 有的时候 可能他第一次 来约诊的时候 他 也会不知道说 我到底该做什么检查 那这样子 市主应该要 什么样子去 选择 他们的检查项 嗯 对 对所以其实 我个人 其实也是觉得 我们去问他们 想要做什么检查 其实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 对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就他们其实也不知道 要做什么 或说 即使听完这一集 可能还是不是 那么的了解 对 那 我觉得就是 其实对医生来讲 其实我们也很难 在你约诊的时候 就告诉你 你要 做什么检查 因为我觉得 每只 狗狗或是猫咪的状况 其实 这确实都会 不大一样 对 不一样的 对医生来讲 譬如你的可能 呃年龄 可能不一样 就是小狗跟老狗 可能对我们来讲 需要做检查 可能就会不同 嗯 或者是说 可能你刚刚讲到的 就是你是没有症状的 健康检查 跟呃有症状 有呼吸困难症状 要做检查 可能都会不大一样 嗯 对所以 我觉得我们 所以我们通常 请那个 你们一开始 那个报价 我们都会先 请大家报 最多的嘛 对 对 先做好准备 先做满 就全部要做 大概是多少钱 但其实我们每 我们不一定 每一次来都会 做到就是 所有的 对对对 所有的检查 对没错 对 然后所以 其实我觉得每一次来 就是我们上一 上一集有 讲到那个 医生怎么想嘛 就是 SOP S-O-A-P 对 其实医生通常 就会先从你的 呃 你们的叙述 就是你们今天来的目的 对啊 是健康检查 家里精神食欲 正不正常 有没有什么症状 开始收集资讯 然后可能从动物的 呃 年龄品种 呃 公母 去开始收集一些的资讯 我们其实就 脑中就会开始浮现 诶 他有可能有的 心脏病 会有哪一些 嗯 那这些心脏病 需要透过哪一些检查 去做 筛检跟排除 嗯 所以我觉得 我对我来讲 可能 每一次都是一个 客制化的过程 就是我 我去看诊 哦 的时候 我先 还没看到他们 狗狗的时候 我就会先知道他的 年龄跟品种 基本资料都知道了 对对 这样 举例来说 可能是一只 十二岁的 马尔祭司 嗯 来做健康检查 嗯 对 那我可能 因为我们就 之前我们有做过一些的 研究跟调查 我们知道 大概十二岁 十二岁以上 十岁以上的马尔祭司 可能一半都会听到心杂音 可能 哇 也许七成都会有 二减半的疾病 所以我就知道 哦我可能 他很有可能 有很高机会 即使他没有症状 他都还是会有心脏的 疾病 那我们今天可能会建议他做 什么样子的 的检查 嗯 但是如果是一只 可能 一岁的 米克斯 嗯 狗狗 那我来做心脏健康检查 我可能就不会预设他 会有心脏病 因为他的风险就很低 那他要做的检查 可能 呃 又会不大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会 很 取决于就是 呃 世主 当下你们的叙述 对 你们观察 有没有观察到任何的症状 然后跟狗狗当下的呃的 检 呃的年龄跟品种 然后还有就是 检查的目的啦 就是是健康检查 还是是真的生病了 还是说像现在也蛮多是 术前检查 对 就是要做麻醉 对 对麻手术前的这个检查 对 所以目的不同 可能他会需要检查就不同 所以像通常手术检查 我们会做是最完整的 嗯 通常最完整 因为麻醉就是我们要发现 所有有可能的问题嘛 但是有些问题是 平常没有关系的 不一定会引起症状 但是可能麻醉麻下去会有问题 对 所以通常 嗯 最完整的 麻醉检查 通常我们会做最完整 就是 可能真的就是 血检 X-K-1-C-5-X-N-P-O 就是几乎会全做 对 但是如果是健康检查 就会 论局就会比较广 我们就会去讨论 跟世主讨论 所有哪一些的 状况是需要做 然后有症状 有症状的时候 我们通常检查也是会 做得比较完整 去确认说 这个症状到底跟 心脏有没有 相关 嗯 对 好 刚听完这一段 我相信 世主们应该觉得 好像有懂 也好像没有懂 但是 对 就是我觉得 呃 当然有些很简单啊 就是说你就是设一个 心脏检查 然后来就全部都做 一样的就好了 对 世主也都知道 他们可能也都很愿意付这个 费用 那我觉得对医生来讲 为什么要 为什么会想那么多 就其实一个我觉得 其实医生们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不想要 做不必要的检查 对 或者是说我们要 确定就是我们要做检查 都是必要 必须要做的 嗯 对 我觉得在心传 或说 从以前在专心 洪医师的 教导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 在训练我们的 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们会很 很强调 就是说你要 说得出来 你为什么要 做这个检查 对 你为什么 OK 为什么要让 世主去拍死光 让他的狗去做 超音波 因为某个层面来讲 我们的狗狗 呃 要做检查的时候 通常 比如要抓他 做拍死光 或是 抓着他做超音波 其实他们都 多少会有点紧张 跟紧迫 对 那对心脏 假设他真的是 有心脏病的话 其实这 这个紧迫 其实不是 这么好的 或说我们都会 告诉他们说 哦 尽量在家里 避免紧迫 但是往往 最紧迫的时候 就是在医院 来这边 对 所以其实我们 每做这个检查 都是 我们的病患 是会需要 负上一些的代价 或说 某个层面来讲 是有一点 是有一些的风险 对 存在的 对那 所以我们 一定要确认 我们做这个检查的 好处 跟 跟 获得的资讯 是大过这个风险 嗯 或是大过这些的 大过他的紧迫的 我们才会去做 对 所以其实像我们在 在训练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很强调知道 要 要他们能够 明确的告诉 告诉组织医师说 他们说 当他说 哎我今天这只狗 我想要做 S光线路超音波的时候 那你 为什么这只狗 会需要做S光 为什么要做 新的路超音波 然后或者是 更进一步的是说 你在这些检查 你会想要看 一些什么东西 嗯 所以就我们的 诊断逻辑 SOAP来讲 其实在我们收集完 市主的 主述 跟他的 来的目的 跟 做完理学检查 嗯 听诊啊 这些时候 其实我们大部分 大概都会有些的方向 知道他可能有的 心脏问题 或是 或是 严重程度在哪边 所以其实 你后面做 S光线路超音波的时候 其实应该都是有预设 我特别 我专注要看哪一些的地方 也许这个S光 我就要看 他有没有飞机水 或说这个S光 我要看他 左心 或是右边的心脏 有没有扩大 嗯 那超音波 我主要要看 他的半模 其实那个都应该在 做检查前 就你要 很清楚知道 而不是 一个检查 就是 全部都做 然后在大海捞针 好像大海捞针一样 我们就全部做 然后看看发不发现的问题 对 因为 很多时候你 那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去找 你就找不到 如果你不知道 保障在哪里 你去怎么找 你都会捞不到 对 你很难 很 不大会说 哦 你就是什么都做 然后就很意外 发现了一个很 惊奇的事情 通常不会 所以通常一个 如果我们的诊断逻辑 有照 这个SOAP的流程 去走的时候 其实你是 会越来越接近 你的答案的 就是走每一步 你不会 在前面完全都 不知道他有心脏病 然后突然坐到超音波的时候 发现说 哦 他原来有心脏病 很少讲 通常你在前面 你就会开始 有一些的 前面的检查 就会给你一些的方向 从 问诊开始 然后你学检查开始 就会给你一些的方向 让你知道 要往哪里走 然后你需要 后面这些检查 怎么帮助你 去确认你的 最终找到最终的答案 对 所以其实 确实算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客制化的过程 所以每一个病患来 可能他 同样都是 同样的年龄 同样的品种 但是可能 一个是他 没有症状跟有症状 他说的做检查 就不一样 然后可能 同样的品种 同样年龄 然后都没有症状 但是在 理学检查 有听到心杂音 跟没有听到心杂音 可能后面的检查 又会不一样 对 所以真的就是 会有很多的 排列组合 跟变因 对 那我觉得这个原则 我们一直很坚持的 这个原则就是 我们不做 不必要检查 再来就是 我们要很 很清楚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做 这些的检查 然后 这些检查可以帮到 可以怎么样 帮助到我们 做出正确的 诊断跟治疗的计划 对 我觉得 所以 就是 受益师在 选择要做什么 检查的时候 心中很多的 小剧场 就是这个原因 又开始在上演了 对 那 也想问一下 鲁医师 那刚刚听到 鲁医师提到的 这些 医师们在 上演的小剧场 跟你们心里面的 这些 一些准则吧 对不对 那 可不可以让 我们四组也 有一些的 明确方向 比如说 他今天真的 如果有症状 跟没有症状的时候 他们可以做 哪些的检查项目呢 就是 比如说 他今天可能真的有咳嗽了 他可以做什么样的检查 可是他没有症状的话 那他又可以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对 有症状跟没症状 算是一个蛮重要的区分 就是对于 要做哪些检查啦 所以 针对没有 症状的狗狗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做一个 健康检查 对 他可能 有心脏病的 严重心脏病的机会 应该是相对是 低的 所以可能我们 检查的目的是要找出 他有或没有心脏病 那在狗狗 我觉得 在针对没有症状的狗狗 第一个很重要的 初步的筛检 其实就是听诊 对 其实透过听诊 我们就可以听出 他譬如有没有心脏的杂音 或是说有没有心率不整 对 那 基本上在狗狗的心脏病 我觉得 九成以上都会有出现 心杂音的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症状 对 所以我觉得 听诊就是一个很好的 初步的筛检 对 如果没有听到心杂音 然后 S光拍也正常的话 其实狗狗有心脏病的机会就 很低 但是如果你想要做到 最精确的检查 就是看出来他 有没有一些 细微半膜逆流的话 当然还是可以做到 超音波的检查啦 嗯 但是初步我觉得 听诊会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嗯 那针对有症状的狗狗 我们的检查的重点 可能就是要去看说 那他这些的症状 是否 跟是心脏病引起的 的原因 嗯 所以这个初步 我觉得也是可以透过听诊 嗯 去听说 有没有心脏的 杂音 但是 因为他的 每个心脏病 有些时候有心 心杂音 有心脏病 但那个心脏病 不一定会严重到 出现这些的症状 嗯 所以通常针对 有症状的狗狗 我们就会建议 要再做 比较多的检查 去确认 他 即使他有听到心杂音 我们也会就要 希望建议 确认他 有没有一些 呃 呃 严重的疾病 嗯 所以我们要确认 他严重的程度 那可能就会需要 透过S光 呃 心电图跟超音波 去确认他 有严重的程度 所以 整体来讲 如果是 呃 呃 有没症状的 狗狗 我们会建议 先做过听诊 来做 筛检 那如果没有听到 心杂音的话 那 这又没有症状 那通常 顶多我觉得 在做个S光 排除 有没有 没有很扩大的心脏 我觉得就很够了 但当然 如果在没有症状的狗狗 你有听到心杂音 通常就代表 他有心脏问题 我们就会建议 要做后面的 S光 心电图超音波 去确认 他是哪一种的问题 还有 他未来 会不会有恶化的风险 那如果是 有症状的狗狗的话 呃 你 你如果 听到 听诊 也是初步用听诊 来评估 有心杂音 不一定也代表 他这个症状 就跟心脏有关 所以有心杂音的话 也是指向说 我们要做更多的检查 去确定 他的严重程度 是否有严重到 会引起 这样子的症状 嗯 对 那没有听到心杂音的话 你可能 在大部分时候 你就要去想 那他这个咳嗽 或呼吸喘 或是昏倒的症状 会不会还有 其他的原因 嗯 对 那这时候可能 也许就要做 血液的检查 去排除其他 呃 带一些新的问题啊 等等的 嗯 对 也许那个方向 就不一定是 朝 呃 心脏 去走 对 所以呃 心杂音 我觉得听诊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狗狗 会很重要的 第一步的 呃 的筛检 对 那当然如果你很想要知道 状况最准的 最精确的检查 当然还是 呃 S光跟心电图 呃 还是曹音波 是最精确的检查 但是如果 前面你 没有听到杂音 S光 心脏大小也正常 嗯 大概通常都会跟师傅说 我们可能有 9成5的机会 可以排除他 应该是没有什么 严重的心脏的问题啦 那是否一定要做到 超音波 哦 花 最 那么 那么多的钱 去增加你 5%的 这个 呃 诊断的信心 哦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 有时候也是可以跟你 和你的医生做讨论 哦 所以 哇那这样听起来 听诊真的是蛮重要的 对 你是第一关 就可以往后面去 对啊 在狗狗是蛮重要的一关 嗯 所以有没有心扎音 那他有可能就是 没有心扎音 但他也会有心脏病吗 呃 算 有可能 对 但是机会很少 对 确实还是有一些的心脏的疾病 是不一定会有心脏 杂音的 对 但是那个机会是 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有些先天性的心脏病啊 或说像心脏肿瘤啊 或说什么心包囊的疾病 他有可能就会听不到心杂音 但是他是心脏有问题 但是大部分那些 那些疾病如果够严重的话 应该都会引起一些的症状 嗯 然后再来就是S光也通常也会 看到一些的呃 的变化 嗯 对那如果是你说没有症状 然后也没有 S光也没有变化 然后 但他又是严重的心脏病需要治疗处理的机会 真的是维乎 维乎其为 哇 对所以 听诊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步啦 那如果没有听到心杂音 但是你还是很怀疑他有 心脏疾病的话 哇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去做后面的S光天乳超原波 嗯 去做 去做排除 这样去找出那些没有心杂音的心脏病 嗯 嗯 所以如果说是第一次来的话 然后就可以 想一想看 诶宝贝的状况 到底有没有这些症状 对 再去决定说 对 就是你有没有观察到我们事前讲的 咳嗽啊 喘啊 然后休克啊 然后或者是体重下降啊 活动力下降 就有没有这些症状 会对医生在决定他今天要做什么检查 或者是 也是蛮关键的啦 对 通常有症状的狗狗 我们就会建议要做比较完整的检查 嗯 OK 所以平常的记录就也蛮重要的 没错 要去观察说宝贝的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嗯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 他 如果是 他已经来过了 嗯 然后他是回诊的话 嗯 那又会不太一样吧 是不是也会不同 对 回诊的话也会取决于 他 因为通常我们假设第一次检查 我们就已经确定了他的疾病的 呃 的种类 然后跟严重的程度 所以基本上回诊我们也会依照他 疾病的严重程度去做 回诊检查的建议 嗯 所以也不是每一次检查都一定要做 完整的超音波OS 光纤烟乳 这样子去 去追踪 对对对 所以如果假设他像譬如来说 他可能 第一次的完成检查完 确定他是没有心脏问题的 哦 那可能他后面的回诊 就是先从听诊 一样从听诊开始 嗯 通常会建议 那如果没有心杂音 就是继续观察 那如果诶 突然开始听到心杂音了 嗯 那可能就会建议 呃 要做后面的X光纤烟乳 超音波去确定 他是不是心 开始有心脏病 嗯 那他如果是已经心脏 开始有 杂音 有一些血液的逆流 嗯 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需要去追踪 他心脏大小的变化 因为 嗯 像在有些疾病 你心脏 大到一个程度 是可以建议要用药 去延缓 他恶化 嗯 那那个可能就会 需要透过X光 跟超音波 去追踪 他心脏大小的程度 嗯 那像如果有些 再更严重一点的狗狗 他如果第一次来 就已经确诊 他是心脏病 而且有心衰竭的症状 嗯 肺积水过 嗯 那之后的回诊 可能 除了我们会问 呼吸 在家的呼吸次数以外 嗯 嗯 其实派X光 去看他的肺 是不是 有一些轻微的积水 或者是肺 有没有干净 嗯 其实也会是很重要 甚至我觉得有些时候 比超音波来的重要 哦 所以心脏衰竭的病患 回诊 拍X光 我觉得CP值 有时候是会比 做超音波来的 更高的 因为通常那时候 超音波都已经很 数值都已经很大了 都已经很糟了 嗯 就是再糟 可能我们能做的 也就是 也就是那样 但是我们却会 因为X光的检查 可能有拍到一点 飞机水 可能我们治疗上 我们就知道 用药可能 要再加强一点 嗯 才能够维持 他的心脏的功能 不要让他有 积水的状况发生 哇 透过X光的部分 就是也可以做到 这么多的 对啊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 X光主要 其实 呃 可以看到心脏以外 最主要其实是 看他的肺 嗯 肺部的变化 那超音波其实 看肺部的超音波 其实他的诊断的效果是 呃 相对X光来讲 可能没有 不一定那么的敏感 或是准确 嗯 所以X光 还是目前大家 呃 用来诊断肺积水 最标准的一个工具 嗯 哦 了解 因为我觉得 有些肺主他可能 也是蛮 可能稳 比较稳定一点啦 所以他可能就是 三个月 或半年后来 想要追踪一下状况 但是有时候在问的时候 他们也会不知道说 诶 我也不知道我要约什么 对啊 所以另外一个讲到 你讲到 就是那个追踪的时间 到底要多久 追踪一次 三个月半年 对对对 还是一年 这通常也会取决于 它的严重程度啦 哦 大原则上就是 越轻微的 像假设一开始来 没有听到心杂音的 或者说诊断起来 是轻度疾病的 通常也许 嗯 半年或一年 再追踪 就可以了 对 然后或者说 有时候我会建议 如果你真的很紧张 想要追踪的话 那一年内 你就想要追踪个两三次 那那个 我觉得就拍S光就好 那超音波也许可以 就是一年一次 那可能你半年 拍S光 嗯 我觉得也是很合理的检查 就是可能没有必要到说 三个月就要少一次 超音波去追踪 除非它的状况是需要的啦 但是如果 以一般健康检查的追踪来讲 我觉得心脏 大概 心脏超音波 一年一次就非常的 足够了 哦 但是这个是否 健康心脏状况 健康对 没有症状的 对 那如果是 呃 其实如果是心衰竭有症状 就会很取决于它的 症状 对 它如果 也都很稳定 都不一定有症状 它可能每一次追踪 在心脏衰竭有用心脏病药的 追踪可能 更频繁 最频繁的会是 抽血 变血吧 对 看肾指数有没有因为 心脏或是用药变高 嗯 那针对心脏部分的检查 可能就会很取决于它的症状 它症状有变差 有呼吸变快 我们就会拍S光 嗯 然后或是说有昏倒 我们可能就会 找超音波确认 有没有一些心脏的病发症 让它昏倒 对 所以就会很取决于 它的 它的症状 因为 嗯 在这些病患 特别是心脏衰竭的病患 要做检查 附上代价有更高 它可能很紧张 对 所以你要让它 躺在那边 抓它那边 20分钟 嗯 做超音波 或者即使很快 我们10分钟都做完 嗯 它还是会很紧迫 所以 对 我们就会更谨慎的去 选择它是否 它真的一定必要 要做这些的 嗯 检查 对所以往往有些时候 症状稳定 甚至有些时候 有些狗狗是光来医院 就很紧张 对啊 就是每一次 那个呼吸最喘 就是 看完诊后的三天 它呼吸都会最喘 那那个有些时候 甚至我们就说 那你真的不要太常来 嗯 就是稳定 我们 如果呼吸状况都稳定 次数都稳定 就是 定期拿药就好 然后可能三个月回来 回来咽一次血 嗯 就是 也是会 有时候也会取决于 病患的状况 对对对 我也是突然想到 有些可能他 有些 因为我接过一些四五电话 也是没有来过 对 可能狗狗的状态就是 可能在别的医院 已经有去急诊 然后他有飞积水的状况 对 但是他就是很想要约进来 想要帮他做 心脏超音波 对 对像这种状况 有的时候我们也 其实是会 跟他们说 建议这个时候 先不要做 对不对 对就是 如果是正在积水 或说正在住院的状况 我们也不一定会做 太完整的检查 因为一个就是 刚刚考虑到 他可能 呼吸正在困难 我们去叫他 逼他做这些检查 其实风险很大 确实 我也有听过 就是在检查中间 休克的 就是因为 太紧张 检查太紧张 然后他状况 但他状况不好休克 这是一个 我们不会做 那另外就是 通常在急诊 特别在治疗 肺积水的时候 我们会用比较多的 利尿剂 他身体可能会 有点脱水的状况 所以那个时候的心脏 可能是有点脱水的心脏 他检查的结果 不一定是 他真正的原本的样子 所以通常我们也会建议 等到就是 这一次 耐过这一次的 积水 这一次的急诊状况 稳定一点 回家口服稳定后 再回来做检查 然后确定之后的 开药的脊量 这可能是比较 合适啊 对 从紧迫度来看 跟检查的 准确度 准正确度来看 都是比较好的 对 反而 越真的危急的时候 我们不大会做超音 可能 如果假设他完全没做过 我们可能会快速的 让他站着 我们快速的 十秒钟看一下 他的心脏的轮廓 或说确定他真的是 心脏的问题 就是做一个快扫 快速的扫描 然后就赶快让他 进去吸氧气 但是不会在那个时候 做一个很完整的 让他测躺在那边 十分钟 二十分钟的检查 了解 对 因为有的时候 事主可能不太能够 理解说 为什么不能做 对 就是因为那些检查 对我们的病患 某的层面来讲 是有一些风险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 这个检查帮助我们 或是给我们的好处 有大过 他们要附上的 紧迫的风险 或者心脏风险 我们才会去做这个检查 因为有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moment 做对他们理来说 其实他们也没有好处吧 就是动物们也没有好处 对 就可能就是因为这检查 就是去当小天使的风险 比步骤检查还来得高 确实是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 所以在当下 如果假设一只急针 竟然很喘的狗狗 我们通常 会优先选择是 可能拍一张S光 就是趴着拍一张 然后确定他肺 是不是真的有急水 就赶快拿进去吸氧了 对 不但会 在 在那个时候 做太多的检查 因为 像是 完整的草云坡 嗯 因为风险反而很高 听完以后都紧张了 有点恐怖 好 那其实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刚刚也蛮 讲蛮多的 就是有从第一次来 跟 灰症 然后还有症状跟没有症状 然后还在 刚刚我们也提到 就是紧迫度的问题啦 对 对 这个动物的状况的严重性 对 有没有必须要做 对 这样子 对 去聊了 对 所以讲了蛮多的 关于狗狗的心脏检查 那今天讲了这么多 希望可以帮助 四组可以有 更清楚的了解 嗯 对 那 未来的话 也希望就是 帮助你们在 约诊的时候呢 有比较清楚的方向 对 我觉得约诊的时候 可能 就是预备好你的 主述 跟你很清楚的 知道 可以跟我们叙述说 你今天是来做 健康检查 还是要来看 他的症状 是不是心脏病 或者是 他是要来做 数前检查 我觉得就是 你就清楚的带着你 想要来检查的目的 跟 想要明白的事情 在家里收集到的 任何的资讯 然后 一起来 然后可以当下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哪一些检查是 最适合的 对 那我们 费用上 我们一定会跟你报 最全部 全部完整的费用 对 确保说 如果真的我们讨论 要做完整的费用 你也是可以接受 但是 不一定是 一定都会全部都做到 我觉得 就是 我们会真的会跟你讨论 然后 依照你的动物的状行 做出最适合的 对 帮你找出 CP值最高的检查项目 是哪一些 没错 没错 而且最符合宝贝 目前现在的状态 对 对 先讲完这些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跟自己的 受益师 对 要做良好的沟通 对 才会做一个最好的检查 不会让宝贝压力太大 没错 那今天讲完了 狗狗的心脏检查 希望可以让 市主 有更清楚的了解 帮助你们在未来约整的时候 更清楚的方向 奴才们不用担心 下一集的心脏病检查 大解析 就会分享猫咪的心脏检查咯 那别忘了记得 要专注 然后收听 那如果今天对于 我们的节目内容 有其他的疑问呢 欢迎透过五星评价留言 或填写资讯栏里的 QA连结 与我们联系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动物音乐 339号podcast频道 点赞我们的脸书 粉丝团 及追踪我们的IG 如果想要获得 更多的医疗资讯 或观看影片版本的节目 请上 新传动物院的官网 及订阅 新传动物院的 YouTube频道 那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